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天起 我们就对头顶的那片星空产生了无限的兴趣 可是由于没有科学技术的指点 古人对于星空只是发生感慨 对那个神秘的世界充满向往 无限的向往化作了一篇篇动人的神话传说流传至今 随着岁月的流逝上万年过去了 人类文明经过不断的努力发展 终于走上了科技之路 在科学力量的帮助下 人类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同时我们也可以摆脱地球这道枷锁走向星空 站在太空中我们才知道地球有多少的渺小 宇宙有多么的浩瀚 我们很难用一个准确的数字来定义宇宙的大小 只有用浩瀚或者夸张这样的词来形容宇宙之大 从人类走出地球的那一刻 我们就明白人类的未来是星辰大海 只有走向星空 探索宇宙的奥秘 人类才能够成为更强大的宇宙文明 当然探索宇宙需要一步一个脚印来进行 对于刚刚走出地球的人类来说 探索地球周边的情况才是主要的任务 上个世纪中后期 虽然人类只是刚刚走出地球 可是却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 那就是载人登月 1969年7月20日阿波罗11号承载着人数的梦想 携带着三名宇航员登上月球 画出了人类走向地外天体的第一步 而阿姆斯特朗等三名宇航员自然也成为了人类的英雄 站在月球的土地上回看地球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三名宇航员无疑完成了一个壮举 他们在月球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在月球完成任务之后 阿姆斯特朗等三名宇航员成功返回了地球 对于这三名登月英雄成为了当时人们热议的焦点 很多人都想知道他们在月球有什么样的经历 走出地球登上月球有什么样的感受 阿姆斯特朗等三名宇航员返回地球之后 对于在登月过程中的事情闭口不谈 甚至还有人做出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举动 例如阿姆斯特朗在退役之后 组织了一个几十人的探险团队 到到厄瓜多尔和秘鲁交界处的原始森林中 寻找某样东西 至于他寻找的是什么 而他又有没有找到 至今仍然是个未解之谜 并且阿姆斯特朗在登上月球表面 出舱前曾经向地球控制中心 提出一个有些匪夷所思的请求 静默一会以表达对造物主的感激 回到地球后 在记者会上更是语出惊人 表示相信宇宙中存在造物主 有怪异举动的并不是只有阿姆斯特朗一个人 在1971年的时候又有三名宇航员登上月球 其中艾德加米切尔是登月第六人 成功返回地球后 艾德加米切尔的前程本来是一片大号 可是他却同样退役了 并且还创建了诺体克科学研究所 这个研究所跟其他的研究所可不同 不是研究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 而是研究宇宙天体的运行规律 以及一些难以理解的物理现象 这些研究指向一个共同的方向 那就是寻找宇宙中的外星文明 艾德加米切尔还多次在公开场合坚称 他在他在登月过程中 感受到了的宇宙操控者呼唤 并且感受到了宇宙中其他生命的存在 另外阿波罗15号宇航员詹姆斯埃尔文返回地球后 同样没有继续航天事业 而是进入了神学院 组建一个名为越飞越高的宗教组织 从月球返回的宇航员 都不同程度地放弃了自己坚持的唯物主义 相信宇宙背后有操控者存在 对于这样的改变可能很多人会说 那是因为这些登月宇航员心理素质差 在登月过程中心理压抑过大 造成的神经错乱 产生了某些幻听和幻觉 如果你这么认为 那就大错特错特了 要知道能够成为一名伟大的宇航员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需要经历多重严格的选拔考验 其中有两方面非常严格 一个是身体素质 一个是心理素质 太空中以及外星球的环境跟地球是完全不同的 没有一个强大的身体素质 根本无法走出地球进行探索任务 所以宇航员的身体素质都是人类中的佼佼者 另外宇宙是非常估计的 黑暗寒冷周围没有任何的生命存在 而从地球出发到月球 来回要经历至少一个月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内 未知的太空环境 宇宙环境对于宇航员的心理压力 是非常大的 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 那么宇航员可能没有返回地球 就彻底崩溃 变成一个傻子 所以宇航员的选拔 对心理素质的要求 还要大于身体素质 所以能够成为人类第一批 登上月球的宇航员 心理素质不用问 同样是人类社会中的佼佼者 不可能存在心理脆弱的情况 而且这些返回地球的登月宇航员 没有一个变成傻子 所以对于登月宇航员中的 一些人们异常的举动 才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有人猜测 登月宇航员可能在月球上 发扬了某些了不起的东西 所以回来后才坚称 宇宙有操控者 这些怪异的言语或者是举动 同样也并不是只有登月宇航员 事实上 前苏联宇航员 格奥尔吉格列奇科 也多次表达过一些耐人寻味的观点 在近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 随着人类航天技术的快速发展 已经有许多的宇航员 在太空中执行过任务 凡是到太空中 执行过任务的宇航员 大部分回到地球后 都会改变一些原来的认知观点 基本都会变成坚定的外星文明支持者 也就是说 只有你到太空中转一圈 那么就会放弃原来的观点 认为外星文明是坚定存在的 爱因斯坦曾经也发表过 自己对宇宙的观点 他认为 如此有秩序的宇宙 背后必然有我们无法了解的神秘存在 至于这种神秘存在到底是什么 还需要科学家更进一步的研究探索 人类千万不要自大 认为我们对宇宙百家了解 事实上 人类的科技才发展了不过数百年 对宇宙的了解 可能连皮毛也算不上 真正的宇宙奥秘 我们可能还没有掌握 对宇宙百家伙优独播剧场